大家好,我是赵医生 很多人出现肝气欲结 或者是肝火旺盛 就去树肝或者清肝火 可是服用完药物之后 效果并不理想 或者是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了相同病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了 我们知道在五行中 肝木磕皮土 这里的磕是制约的意思 五行相生相磕 维持一种动态平衡 那么当肝木太旺或者是皮土太弱 就会出现肝气成皮 又因为脾胃相标理 所以我们经常见到肝鱼泛胃成皮 那么经过药略中曾有 健肝治病,治肝传皮,当于食皮 所以说当肝出现了问题 我们在调理肝的问题时 同样也要注意到有没有脾胃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见到 满腹胀满,口苦,易怒的同时 还有爱气,食欲差 变糖或者变蜜,胃胀等等问题 就一定要调脾胃了 我们常用的肝鱼通调的方子 有以下几种 有用于肝与脾胃虚的消耀丸 如果这里面再有热 我们可以用加味消耀丸 有用于肝脾不调的通性药方 肝胃不合的树干合胃丸等等 如果你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 一直没有调好 可以发给我 我帮你编成分析 并没有按进来